上一集帶大家飛到澳洲後花園塔斯曼尼亞 去傳統農莊看剪陽毛及牧羊狗趕陽表演 乘全世界最長單軌吊車 中朝聖塔州最大婚姨草原 超近距離打卡 今集我們繼續玩盡塔斯曼尼亞 朝聖搖南山國家公園 帶大家入山洞看中雨石 入住澳式度假酒店 近距離見到待雪 早上首先帶大家走過早山 我們晚盡北部朗塞斯頓周邊景點 去到搖南山國家公園 是其中一個必去景點之一 為了保護環境 大家進去之前可以先在這裡清潔雙鞋 入面有不同的行山路線 沿途都可以見到有旅客全副裝備去行山 可以一邊一上大自然 一邊做運動 絕對是一等一享受 不過我們今次就選了搭接駁車 直接去到其中一個知名景點 甲子湖 我們現在就進去一個拍照的Best Sport 就是可以一次過拍到整個湖 和整個搖南山 其實走這裡也需要走少少的山路 也有些上波 但也是非常好逛 終於走到最底的石灘 可以以最近的距離 看到搖南山和甲子湖 身邊還有一個白色小木屋 拍照打卡一流 其實除了剛剛我提到那個 下到最底的打卡位之外 其實沿途也會有不少 是專門給大家拍照的 大家一邊走 就可以在不同角度 都可以拍到這個搖南山 和這個湖的美景了 走完山是時候要填飽肚 午餐就帶大家來到這間復古風的酒店 門口放有已經絕種的塔斯馬尼亞代郎 非常吸精 午餐桌 麵包湯和主菜 而主菜就是羊肉 一點都不鬆 還夠軟 吃飽飯繼續打卡 沙非鎮是一個極具特色的壁畫小鎮 一共有幾十幅壁畫 猶如一個戶外畫廊 吸引了很多不同遊客來打卡 當中最出名一定是陳奕迅 在2007年親手畫的這一幅 一直都擺在當眼之處 大家來到一定要和歌神的作品打卡 另外都有其他畫家的作品 有著不同主題 各有特色 喜歡拍照的你一定不能錯過 澳洲最出名就是蜂蜜 到由今次專程帶我們來到這間蜂蜜專門店 售賣不同種類的蜜糖 例如最出名的蜜盧卡 和塔斯曼尼亞特產的格木蜂蜜 大家還可以即場試吃 這裡還有很多蜂蜜的副產品 例如潤唇膏、蜂茄、鳥結糖、蘋果醋等等 還有這個必買的風膠喉嚨噴霧 另一個重點行程就是看中雨石 今次就來到莫爾契克斯國家公園 大家需要走入山洞 才可以近距離見到中雨石 而山洞的氣溫只有9度 所以進去之前記得一定要穿多些衣服 當地的導遊會帶我們深入山洞探險 途中還會為大家講解中雨石的特徵 還有機會可以見到藍光營火蟲 原來這裡的中雨石 在3.5億年前已經形成 一走進去就會被超多水滴營的中雨石包圍 非常壯觀 導遊還說鴨嘴獸不時都會進來覓食 由於裡面是滿佈石頭的山洞 所以沿途都幾崎嶇不平 時不時都要避開頭頂上面的石頭 大家走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晚餐回到來市區食西餐 這間餐廳位於Penny Royal 戶外冒險樂園旁 充滿19世紀氣氛 食飯之餘還可以打卡 有前菜、主菜、配菜和甜品可以選擇 必食牛肉塔塔 炸得超級酥脆的超厚薯仔 配上新鮮生牛肉 一食上癮 而主菜的煎藍眼鱈魚份量十足 一碟有齊魚、蝦和煙肉 魚肉肉質鮮嫩 煎的方法亦都完美保留食材的鮮味 最後為大家介紹澳式度假酒店 Country Club Tasmania 客房的空間亦都非常之大 酒店鄰近草原 無論是室外還是房內 都可以見到沙袋雪 下一集帶大家繼續玩 塔斯曼尼亞 去果園紮士多啤梨 跟著MIRROR登上威靈頓山 俯陷何伯特市景 更加可以近距離夜觀小企我回巢 想知道更多行程推介 就記得留意我們實試跟團貼地遊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